戴姆上学女研究生,在宿舍自艺,没人甘愿被旗带拴一辈子,2009年11月26日,上海海市大学的宿舍楼里,气氛压抑地让人喘不过气,30岁的女研究生杨媛媛用两条毛巾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,这个新闻像一颗炸弹,在网络上炸开了锅,人们议论纷纷,试图还原这位高材生走向绝路的真相。 然而,真相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残酷,杨媛媛之死不仅仅是一起简单的自杀事件,更像是一场原生家庭悲剧的缩影,一道名为母爱的枷锁。 最终将她推向了深渊,社会万象,奇闻不断,欢迎订阅奇闻奇谈录,杨媛媛的故事,要从她六岁时说起,爸爸走了,留下了她和弟弟,还有那个让人担忧的家。 母亲望瑞玲不得不扛起生活的重担,在湖北一家兵工厂做工,用瘦弱的肩膀撑起了一片天,工厂的工作辛苦且收入微薄。 望瑞玲每天早出晚归,疲惫不堪,生活的艰辛,在她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,也让她对金钱的渴望愈发强烈。 她深知,在这个社会,没有钱寸步难行,而改变命运的唯一希望,就是让孩子好好读书。 杨媛媛从小就十分懂事,她明白母亲的辛苦,也知道读书是自己唯一的出路,她学习可认真了,成绩一直很棒,老师都特别喜欢她,妈妈也特别自豪,望瑞玲对女儿的爱很深,但也带着很多期盼和压力。 她将自己未尽的人生寄托在女儿身上,希望女儿能够出人头地,光耀门楣,更重要的是,能够让这个家摆脱贫困,过上好日子。 杨媛媛原本的期盼,不知不觉变成了沉重的负担,压得她喘不过气,她不敢懈怠,不敢任性,因为她知道,自己的身上背负着母亲的全部希望。 不过在高中毕业之后,她的意见跟母亲出现了冲突,杨媛媛想要读法律专业,将来做一个律师,但母亲却并不看好这一行,并且出去读大学的路费太贵了。 当时的望瑞玲因为内退,每月只能拿到200多的工资,杨媛媛最终听了母亲的建议,放弃了法律专业,报考了湖北省内的武汉大学。 上大学期间,杨媛媛利用周末跟假期时间兼职,没有问母亲要过一分钱,不仅如此,她将赚的钱,大多数都寄回了家。 杨媛媛的大学生活虽然很忙碌,但离开了母亲的管控。 她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,但这样的生活,到她高三的时候,戛然而止。 这一年,杨媛媛的弟弟也考上了武汉大学,望瑞玲想着两个孩子都到了武汉,于是她收拾好行李,跟着儿子一起来到了武汉,当杨媛媛得知。 望瑞玲要留在武汉时,诧异地问道,你留在武汉,你住哪里啊? 我还没毕业,没有工资。 你住哪,我就住哪啊?我跟你住宿舍。 你住宿舍不方便,再说学校也不会同意的。 我不管,你想办法,你之前答应过我的,要带我在大城市生活。 看着母亲油盐不尽,杨媛媛只好将望瑞玲带回了宿舍,当社友得知,杨媛媛母亲要住在宿舍时,都不约而同地没有说话。 但望瑞玲住到宿舍之后,大家都很不适应,并且望瑞玲经常仗着自己是长辈。 教育杨媛媛的社友 终于社友们忍无可忍,跟杨媛媛叫嚣,你要是再继续让你母亲住在宿舍,我就告诉老师。 于是,杨媛媛主动找到了学校,将自己的情况告诉了老师,鉴于杨媛媛在学校的优秀表现,给母女俩整理了一间闲置的宿舍, 同时,在学校的帮助下,杨媛媛的母亲还在学校卖起了茶叶蛋,杨媛媛下课后也会帮助母亲一起, 而杨媛媛的弟弟也在她上大学两年后考上了五大环境科学专业。 由于母亲的加入,杨媛媛有过上了被管控的生活。 对于杨媛媛的事情,望瑞玲逝世过问,不管是交友,还是出去兼职,望瑞玲都要过问,甚至多次强调,不许杨媛谈恋爱,大学四年,杨媛媛利用一切闲暇时间做兼职, 但毕业时还欠着学校三千多元,而她的毕业证也被大学扣留,所以并没有顺利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,一直在学校扣留着。 没有毕业证,即便是武汉大学毕业的,依旧不好找工作,考虑到这一点,杨媛媛决定考公务员,她先后考上了老家之江以及广西一个城市的公务员,然而最后没有去。 因为母亲认为在武汉大城市,扫马路也比回到小城市强,没有毕业证,杨媛媛找工作也不顺利,换工作非常频繁,期间也是过考研究生,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面试后, 杨媛媛并没有在武汉找到满意的工作,无奈之下,她只能选择在一个不知名的培训机构当英语老师,尽管收入不高,但总算开始有进账,可以攒钱还清助学贷款。 原来,大学四年,杨媛媛申请了的助学贷款到毕业时还没还清,因此,她并没有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,这也是她找不到理想工作的原因之一。 好在经过五年的坚持后,杨媛媛终于攒够了钱,还清了贷款,顺利拿到了毕业证,但这五年间,她换了多份工作,都没有让自己满意。 而且在大城市生活成本很高,自己的工资根本无法让家人享受好的生活。 于是,她有了继续深造,让自己得到提升,才有更多选择权的想法。 这一次,望瑞玲选择支持她的决定,但令杨媛媛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,这个决定并没有给她带来更多的希望。 反而将她推入了无尽的深渊,2009年,杨媛媛再次发挥自己学习上的天赋,考上了上海海市大学商法专业。 她提着行李,走进了这个自己心心念念的学校,同行的还有母亲望瑞玲,显而易见,杨媛媛决定再一次邪母上学,历史再次重演,寝室里的其他室友对于母女二人的行为十分不解。 同学们也都有意无意地开始疏远杨媛媛,室友纷纷搬出了宿舍,杨媛媛的身边除了母亲,再没有其他朋友。 对于这个已经30岁的人来说,自己的生活是孤单枯燥的,一直以来,她都没有朋友,也没谈过恋爱,只有一个永远都在左右自己的母亲如影随形。 杨媛媛有时候也想摆脱这样的亲情,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,但巨大的责任感让她只能将这样的想法深埋心底。 她明白,家人需要自己,自己只能迎难而上,但这一次,他们没有这么幸运地继续在学校里住下去。 最后,学校帮瑞玲找了间附近的民房,她同意搬过去住,这样一来,问题没解决,反而让杨媛媛更头疼了,望瑞玲对租住的房子百般不满意,不是嫌环境差,就是嫌房租贵。 她每天都会打电话给杨媛媛,抱怨自己的遭遇,诉说自己的委屈。 这让杨媛媛更加焦虑和烦躁,就在杨媛媛为租房的事情焦头烂额的时候,她接到了导师的电话,导师告诉她,因为她的研究方向与课题组的需求不符,建议她换一个导师,或者换一个研究方向,杨媛媛听到这个消息。 整个人都傻了,她辛辛苦苦考上的研究生,还没正式开始学习,就要面临换导师或者换方向的困境,这让她如何接受,更让她绝望的是,她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母亲,希望能够得到她的理解和支持。 然而,望瑞玛没有安慰女儿,反而劈头盖脸地把她数落了一顿望瑞玛的话,像一把把锋利的刀子,刺痛了杨媛媛的内心,她终于忍不住了,所有的委屈,压力和绝望像决堤的洪水般涌了出来。 这是她第一次,也是最后一次对母亲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愤怒。 然而,望瑞玛并没有意识到女儿的痛苦和绝望,她只是觉得女儿变了,变得不听话了,变得不孝顺了。 母女二人激烈地争吵,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,反而让彼此的距离越来越远。 2009年11月25日,杨媛媛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,告诉她自己已经找到了合适的房子,让她不要再担心了。 谁也没想到,这通电话,竟成了她们母女最后一次通话。 2009年11月26日,望瑞玛发掘自己的女儿许久未回,便来到了学校一探究竟,可没曾想她看到的是自己女儿的尸体,杨媛媛死后。 望瑞玛将这件事情的全部错归就到了学校身上。 她固执地认为,如果不是因为学校不允许她住在宿舍,女儿也不会自杀。 她将学校告上了法庭并告知了媒体,要求学校赔偿自己35万元的赔偿金。 学校对于望瑞玛无理取闹的行为做出了回绝,但最终出于同情,学校赔偿了望瑞玛16万元的慰问金。 这件事情,才算就此告一段落,事后也有媒体对望瑞玛专门进行采访,但是她丝毫没有认为自己有做错什么,甚至不认为女儿的死和自己有关。 而相比较望瑞玛对于儿子杨萍萍,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概念。 杨萍萍此生也不会体会到她姐姐所经历的这一切,也不会有这样的感受。 所以,不少的网友都纷纷为杨萍萍的经历感到惋惜,可是回看现实。 像是这样的家庭关系,不止这一例,父母强制性地将自己的一己之私加到自己的孩子身上, 导致孩子最终在长期的压迫下崩溃走向不归路。 从杨萍萍的身上,我们看到了可悲和可怜,原本有着大好人生的她, 却因为母亲的束缚从而走上了绝路,如此结局着实令人感到唏嘘。 也希望大家从杨萍萍的身上吸取教训,不要再次出现这样的悲剧,对此您有什么看法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